作為護士,因為接觸很多病人 加上我也是一個典範 接種了,同時告訴別人 我作為一個前線護士都接種了 其實我也要感染其他同事 也希望會接種 香港市民都開始多接種率 如果病人進入本院 其實他都接種了 其實我們作為醫務人員 都不應該有什麼藉口說不應該接種 不停的宣傳和不停的溝通 大家都知道疫苗上 可能都是一個最根治COVID-19的方法 所以我就選擇打針 時間上是想不到這麼久 但是疫情其實都不是說完全是受控 或者是完全控制到 我想這條路都衰事了 我是何耀基 我在瑪麗醫院傳染病房做 我是代理經理 我好像香港一般市民 我平時喜歡逛街吃飯 放假去旅行 在冠狀病毒疫情第一下 到處都不能去 要戴口罩 我五月頭已經接種了疫苗 我都希望我的護理同事 和香港市民一起打針 希望我接種率再高些 我們之後除了見到你很漂亮的眼外 be united get your vaccination 我就打多針了 任何原因都好 你都快點行動吧